登登登 喂 我 我首先先跟你講一些SAKURA的基本概念 我先跟你講一些基本概念 首先 他的只有縱生龍可以追 假設說你是被什麼青角腹帶縱生龍插合 你起身後受身就好你就不要動 因為他追不到你後蹲他追不到他頂多踢你個縱角 對吧 10秒鐘我開個那個檔我寫一下 好 好 他青角通常都只會帶中的 青角只能帶中的 對對對 除非貼近 沒有沒有除非他用什麼中角 下中角或者是中手才可以帶中的 他只要是青角插合的都一定是中的 所以你只要被中的弄到 你就是後受身就好 場中的話就後受身就好 好 對然後 如果他角落弄到你的話就會很強 那角落的話你有時候也可以選擇的不起身 有時候啦 不然他一個中手消費加2 青角消費加3 對那個來說很強 好 我跟妳講一下 我跟妳講一下他的習慣 那他的習慣是他 他場中 他在跟你打利葵的時候 他會用下中角波動 下中角青春風角 對不對 那 我先跟妳講一個概念是 你不一定要做 下中角青春風角 中間可以用戰輕手剪掉 但是這你不一定要做 因為他如果出波動的話你會被打 所以看情況 那假設你被打 你被青春風打到的話 只有正1 那 nowman他很喜歡做一個是 青春風角打到 很多人會選擇後後 他會選擇66去追 你會被他打一套大人 然後再用縱深龍結尾 然後你會繼續被壓 所以假設你被青春風打到 他只有正1 你點回去大概率不會輸 我說的是nowman的情況啦 他很大概率會用66去追 盡量不要後就對了 盡量不要後 沒有你加1而已 你用點的話你成功率很高 為什麼 因為他加1 那那個距離他通常不是 不是五伏 中攻擊就是用摔 所以你用三伏拳你大概率會贏 因為他不會 因為他三伏只有下輕手而已 那他如果是青春風打到的話 他不會用下輕手去打 從來沒有一次過 所以你可以放心的用點回去 我說是對人對射啦 但是對大部分的Sakura都可以這樣 因為他只有加1 但是對nowman的話你是 三伏點回去是 幾乎是99%不會輸 99%你信我了 你就是被青春風打到 你就是數點 對你被青春風打到你就數點 千萬千萬不要試試 這個一定要記住 然後還有一些地方是 呃他爆V的情況 他爆V的情況也很喜歡就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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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邊 他爆V 你他爆 他如果是因為他會選BT1 那他爆V的情況是 他會 呃他會 輕 那個中角波動 中角波動這樣嘛對不對 那中角波動中間是 呃就是他幾乎是 幾乎不管距離都是加1 我上次還有跟你講過吧 就是他不管距離都是加1 那有些人會想說 啊波動擋住是正的 那有一點距離我 厚厚好了 對我上次有跟你講過嘛 對因為那個也是正1 所以你 因為他也很大概率會是 呃 輕腳波動之後 然後66去追你厚厚 所以擋住輕腳加1之後 你兩個選擇 要嘛就是如果很近的話 你就點三伏回去 如果我不近的話 那你就擋好 就是有一點距離的話 因為你可能出角摸不到他 他可能打你一個反插盒 那你就不要動 反正不要厚厚 一樣就是不要厚厚 一樣就是不要厚厚 呃然後 你說擋過輕腳嗎 還是那個波動 波動擋住 BT波動之後 只有加1 或者是ES 然後我先跟你講他的防守習慣 他的防守習慣是很喜歡 延遲 如果他有V的情況啦 很喜歡延遲2NK ES波動爆V 所以假設說 呃你要 他相對來講 算是OUT比較少的人 如果他有V的情況 他有V的情況下 你要壓他的話 你要隨時注意 他很很容易 2NK ES波動爆V 我那時候也是有注意到這點 但是我不習慣 然後還是被他弄 還是被他得逞很多次 所以這點我沒做好 所以你一定要做好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吃了這個很多虧 對 對然後再過來 他是延遲他不是最速的 對他是延遲 對他會延遲 所以如果你要打這個東西的話 你可能就是一點點的延遲康 看你 阿如果假設說你要退康的話 你一定要記得下檔 一定要記得下檔 好 對如果你要退康的話 然後 呃 他 我記得他還會 其實因為力葵來講 好鬼是很有力嘛 我上次有跟你講過說 假設SAKURA沒有氣的情況下 你用空跳波去跳路 SAKURA其實蠻沒招的嘛 OK 對 所以如果他沒有氣的情況下 他沒辦法用夜的深龍對空 你 偶爾可以跳路 偶爾就是你跟著氣功過去 你可能 可能一場跳個一次 或兩場跳個兩次 這樣 就是差不多就是 有得逞到就OK了 得逞到一次之後就差不多 對 反正就是偶爾你跳路的時候 跟著氣功過去 在SAKURA沒有氣的時候 他是沒辦法 沒辦法做事的 對 然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就是 假設說 你 你今天 你 假設你今天 你已經知道他要硬爆了 就是比如說你們雙方在立回階段 然後你們有點近 然後他 他有氣有逼 你覺得他要硬爆了 你也可以 擋住他的下中角 擋住他的下中角之後 你就出1S深龍 那為什麼 因為他 他的 中間可以插招 1S波動可以插 那就算你不插 他的下中角也是複式 他的下中角也是複式 你的1S深龍 欸 等一下 原本複式 變複3 對複3 複3所以可以去 如果夠近的話 如果夠近的話 對 有一點距離好像不太行 有一點距離不太行 但是如果說 因為他如果有一點距離 有一點距離的情況下 他的V V是滿的 然後有一個氣的話 大概率90%會用1S波動爆V 因為他爆V之後66是震2 所以假設說 對你今天已經 覺得他 已經想要硬爆V的 這個意思的話 擋住下中角 你可以出1S深龍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 因為他的他幾乎不會是 下中角爆V 他有氣他一定是下中角波動爆V 這個是有點拚啦 就是記起來就好 不一定要做看 因為這有點拚 但是大概率可以中 對對對 然後我想想喔 還有哪一些東西 基本上 假設說 他用春風角 你擋住的話 擋住 擋住 擋住都-2 擋住都-2 那你就 嗯 也沒有一定對的選擇啦 但是他也不太會解摔 那你就 偶爾就是 速摔 或者是 你要打他的解摔的話 你擋住春風角 你也可以用前中手 看他會不會解摔 OK 對對就是 要嘛你速摔 要嘛你前中手 盡量做這兩個選擇 我覺得可能會好一點 我覺得可能會好一點 因為他比較不會-2凹 相對 那個距離是 我要走一步才能摔的嗎 還是我 例如說中的或是輕的 我是可以直接摔的 中的你可以直接去啦 中的-6 中的-6 中的-2 中的-2 輕的-1 我看一下喔 輕的是 輕的我印象中是 看一下 確認一下 都-2 都-2 所以 所以距離來講的話 你好鬼都直接摔就可以了 好 對那或者是你後退一步 看他會不會解摔 如果你不想打的前中手的話 你也可以用後退一步 看他如果解摔你也可以打大 就後退一步 反正他也摔不到你 你如果後退的話摔不到你 OK 對但是 你也可以抓後後 就是 我看一下好鬼如果用下中手 可不可以抓到 我幫你試一下 我 謝謝 我順便開來測一下 喔 如果可以的話 你偶爾也可以下中手打後後 你自己看他那一天的選擇 後後 你下中手可以抓到 假如說你覺得他-2完之後 你就是做三個選擇 一個直接速摔他 一個打他結摔 看你是要前中手還是後退打他 另外一個是下中手直接抓後後 因為他基本上 他比較不會說就是 那玩復2之後什麼都不做就當好 比較不會 他一定會做個試試 做個血摔 或做個延遲打之類的 一定是做這三個其中一個 所以你這三個必定有一個會贏 所以你就是這三個選擇互換 對 然後 對反正其實 因為他的 老實講我覺得他的力維 沒有到特別好 沒有到特別好 就只是他在- 力維沒有到特別好 對他只是在防- 對還有一點還有一點 就是假設說他快暈的時候 就是他要暈的那個折 如果 如果他很喜歡用跳的 他可能想要打退康或什麼的 他很喜歡用跳的 所以他如果要暈的那一下折的話 你自己注意一下 就假設說你要延遲康或什麼的話 你記得按轉一下生龍 好 假設說對不對你要延遲康 然後他跳了一下 你延遲康出了 然後你沒有反應勾一個生龍 你可能就被他 就是被打 要嘛水小一點被打到 要嘛一點 要嘛就是被他弄到 然後被他暴逼或什麼 有機會逆轉 對所以這個是 這個也是習慣的 就是他快暈的那一下 他很容易喜歡選擇 比如說角落的話 很喜歡選擇角落後跳 然後就是抓你一個退康或者是什麼的 或者抓你一個延遲康這樣 因為他如果有氣的話 沒氣你就不用理他 就速康速摔嘛 就沒差 因為有氣的話有些人 要暈的那一下很喜歡選退康嘛 就安全嘛對不對 對對對 對對對 但是他還蠻喜歡選跳的 這是個人習慣 對然後 基本上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因為 呃 好鬼在立回的時候 好鬼的站中角 我印象中 Sakura其實 不好插 我試一下 我印象中是不好插 運氣不好有時候 會被他輕腳弄到 但你說 在中心用打完他也不好追 喔對 喔沒有 他立回的輕腳可以吃你 吃你站中角 所以你立回的時候 就注意一下他的輕腳 就你的下中角 或者是你的站中角 可能空陣不能那麼多 那什麼 空陣不能那麼多 你的站中角 站輕腳 我試一下你的站中手 我印象中你站中手好像可以贏 喔好像 你的站中手好一點點啦 比站中角好一點 但是你的 你的 站中手比站中角好嗎 就因為他的 因為他的站輕腳是 比較下方判定的嘛 那你的站中手 你的 手比較出去一點點 所以 他稍微好一點而已 但是還是會被他剋 因為像卡琳的話 卡琳是 站輕腳跟站中手 可以跟他按 我下中角一直被他插 我那時候就一直踢下中角 一直被他插 我就忘了 因為我那時候有測 我是站輕腳跟站中手比較好 我跟他立回 對反正 那立回的時候 他假設發波 那你中全膜也可以穿嘛 就你自己適當的 看有機會穿就穿 那 不然的話就是你 你就是發波 因為你想要在一個距離發波 小櫻其實很難過 因為他除非拚跳嘛 所以你在中近距離發波的話 其實小櫻很難過 所以你中近距離不一定要用拳腳 你可以用波跟他立回 中近距離的話 你只要一直發波 對我之前有跟你講過 凱爾打小櫻嘛 對不對就是那個距離一直發波 小櫻沒辦法 對就差不多是那個距離 阿你就一樣小櫻被他跳就好 就你不要發太爽 發到被他跳 中近距離發波 然後拳腳 如果他 當天他5LK 插合狀況很好的話 你拳腳空陣就自己少愛一點 改用發波來那個 然後或者是你 就是跳 跟著波跳路 就是發波然後跟著跳路 跟有時候假跳這樣 對然後接著就是他防守的習慣 就是大概就是那樣 對 他以為了說他是比較輕腳還是下中腳 痾 輕腳比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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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下中腳幾乎都是近距離 然後他出下中腳青春風 或者是下中腳波動 反正如果你當天有信心是他要下中腳青春風的話 你就用親手把他點掉 如果你沒有信心的話你就擋好 然後你擋好 對你擋好 你覺得他有可能會要你再配個一點點鹽之解 所以一點鹽之解不要配太多啦 反正他過來是-2嘛 你擋住你就是 就是我說的就是逆2折他摔2HP 6HP這樣 就是弄到他不敢弄一個-2的東西過來 你只要逆2折有折到個一兩次他後面就不敢一直 然後幹你怎麼敢逆2折啊 他就不敢一直-2的過來了 好 對 那那個小英對白鬼的怎麼樣 小英對白鬼啊 空對空是肯定可以啦 如果是D對空的話小英 2HP 有大概如果你弄得很甜的話 2HP其實大概率可以打下來 那如果你弄得太-反正就不要弄太多 因為你弄太多小英空對空是一定可以 而且還可以空對空存風角 所以其實蠻痛的大概200多 所以其實蠻痛的 對所以就是如果你白鬼你弄個一兩次 然後他第二次開始已經有空對空了 那你就不要弄 那如果他都沒反應那你就考慮再多弄一點點 反正沒有很推薦啦 因為你在力葵的時候就比較強了 然後你的跳路 跳路帶波動也很強了 如果除非他真的是暈了 沒有辦法對付白鬼 不然不推薦一直用白鬼啦 因為你白鬼他 肯定是有機會用空對空 打你一套大傷害的 對大概是這個樣子吧 你還有沒有什麼 對 就是他例如說假如他是下動手對空到 他有說他不是會直接用電視空過來嗎 就是 那 不然的話 我看到我都能不能動力 等一下你的收訊不太好 你再說一次 你的收訊不太好 你的收訊不太好 等一下喔 就是 這樣聽得到嗎 可以可以這樣可以 就是假設例如說他是下動手對空到 對 然後他用那個VSkill飛過來 壓我的話 喔 對對對 我是一定可以確保他嗎 你一定可以 你只要看到VSkill 你升龍一定沒問題 因為你有升龍嘛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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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如果你看他 你只要你有意識到他有VSkill 你有升龍是100%可以贏 就是你不管他的距離 因為他騙不了他沒辦法轉向嘛 所以你升龍是100%可以贏 對然後他有一個 他有一個東西 因為白鬼 因為好鬼有升龍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用 就是他 如果說是決勝點的話有沒有 他會 對 他會 假設說他現在是V狀態 他會發個V 他會發個V波 中近距離你可能自己試一下 他會在中近距離發一個波 然後跟著波過去 你擋住那個波會剛好直接可以摔 有這種事 對 所以說VT的狀態下嗎 對 他會發個V波動然後取消 因為V波動可以這樣取消 你發個V波動然後 等一下我試一下 我記得是剛好可以摔 就是中近距離 然後他會剛好直接可以摔 那如果你看到這個東西的話 因為我跟熱狗都死這樣 你看到這個東西的話 其實你2GP可以贏 那你有升龍你一定可以贏 所以你要記住說 假設說你的鞋子剩下100 然後他是V狀態 他90%他會發一個V波動 然後跟著其過來 然後偷甩你 這個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因為我跟熱狗就是這樣死的 對好 你有一個概念 對你有一個概念 對你有一個 你一定會中這招的 你一定要有一個概念 就是你只要看到VSQ 你不要管說這個VSQ 我來不來得及 你升龍一定來得及 因為你只要一升龍 他就抓不到你 對你一定要有一個概念 是看到VSQ 你不要管距離 真的不要管距離 你只要一看到就升龍 這一定要特別練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看到說 我看到我中手一定可以打掉 然後我就是不習慣 然後最後被他偷這個偷掉 熱狗說他這樣死掉 我說你怎麼會這樣死掉 好弱喔 我也這樣死掉 他媽的 然後 對然後我剛說的是 那個V波動跟著過去的情況 還有一個情況 熱狗也是這樣死掉的 就是他CA完之後 他66是加3 他66是加3 那 如果他打到 剛好你也是剩下一點血的話 他有時候會直接取消VSQ 就是 就是打你一個 就是突然沒有反應這樣 因為他可能前面會用66加3 這個東西去壓你 然後他會 他有時候打完會直接就是 用VSQ飛過去 然後你如果沒反應 就抓你或打你這樣 因為那個打是只能占檔的 對所以他有時候就是 反正就一樣就是注意說 必死給我看到就要HO 你一定要有數一 他一定會用 因為他是個會用的人 他是個會用的人 好 對然後 我看一下我印象中 厚厚應該可以啦 呃 如果你被 如果你被CA打到 因為他66是加3 我印象中有一些角色的厚厚是 Sakura睡不到的 所以我要試 我幫你試一下好鬼的 那個可不可以 好鬼HOHO可以 如果你在場中的話 你被CA打到 你起身HOHO的話 他親手是接不到 按不到你的 所以如果你在場中 然後血量 他連按親手都沒辦法 沒辦法 對因為他66過來加3嘛 然後因為好鬼的HOHO 可能他的距離比較遠 所以他66 你這樣用弄不到 所以假如說你的血量OK 但是不要弄太多 搞不好他之後就直接 他用中角去壓你起身 所以就一樣用個一兩次 差不多 就是關鍵的時候他弄你 然後他66過來加3 你就起身HOHO 他壓不到你 好 對我試試看角落 行不行啦 場中的話你HOHO是肯定沒問題 我試試看角落 角落也一樣 角落也一樣 所以你只要被他CA弄到 就是他66過來 你就直接HOHO 角落都可以 角落都可以 因為他角落之後 他會有一點離開角落 所以你HOHO一定不會被他打到 除非他直接用戰中角 戰中角是抓你HOHO嘛 就抓你直接吸吸 但是他戰中角 效益不高啊 效益不高 因為 居然打到你HOHO了他也不能追 對居然打到你HOHO了他也不能追 所以 HOHO基本上90%做沒什麼問題 有記住齁 喂 斷線了是不是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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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斷線了是不是 1 2 3 1 2 3 對現在聽得到 剛剛這邊整個斷掉 OKOK 大概就是這樣子 就是CAHO你選擇HOHO 90%沒問題 除非他直接 硬撈你一個 反正加3你不要點回去 不一定要 我覺得可以不用點 不用點 因為加3硬點你一定輸 如果他有壓你的話 你硬點一定輸 那你選HOHO他只有戰鬥角可以抓 那戰鬥角他抓到 除非你沒血了 不然他抓到沒有效益 除非他戰鬥角硬爆V 那可能後面還可以再接 那 通常是不會啦 通常他不會66戰鬥角去抓啦 對 所以你CA完之後HOHO沒什麼問題 然後接下來就注意VS嘛 然後 加1的情況他很容易喜歡66去追 我跟你講過就是V波動跟青春風角 中的是假2 中的就拆了 中的就 我不能跟你講一定哪一個好 中的就他會 對中的他加2嘛 會5伏中攻擊打康 或者是摔 或者是66抓44都有可能 這個反正中的你自己看情況啦 輕的你速點回去 百分之百一定 百分之九十九一定一定贏 起碼不會輸 輕的被打到 中的被打到你就求神拜佛 然後 然後 對然後擋住V波動正1 就是你夠近你就點回去 不夠近你就是蹲行 千萬不要厚厚 千萬喔真的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厚厚 因為他很容易66去追厚厚 那你可以仔細看 如果你覺得他有可能 想要66追的話 那就仔細看 看到你就點回去 也就是說你可以延遲點啦 你可以延遲點 他66剛好過來 你會直接抓到他 延遲點2MP 延遲點5MK之類的 三八確認 好 基本上因為角色就有力 然後我跟你講這些 他有一些習慣 基本上你 百分之八十會贏啦 你真的輸了可能就是沒做好 因為我那時候也是做這些東西 他也真的做了 但是我不習慣所以我輸了 但我有做習慣的話 我肯定是贏了 所以我也只能希望你趕快習慣 因為我是當天做的 我是前一天做的對策 因為你現在還有幾天練 所以你就是趁這幾天 複習一下 我跟你講這些東西 基本上你大概率不會輸 因為你角色就有力了 我也角色有力啦 可是我是真的 太練得不夠多 就是我隔天才練 太快了 沒辦法我們 看到VS也不習慣這樣子 對看到VS也不習慣 所以這點一定要 鄭重跟你強調 看到VS一定要齁 一定 真的一定要齁 因為我跟熱狗就是這樣死掉 所以我這個特別強調你 還有他的延遲2NK 把我V防守 我那時候也知道這個東西 但我還是他媽想退康 幹 然後就被他繞到了 所以也就是說你打他 退康可以非常非常少 沒關係 真的喔你記住喔 退康非常少沒關係 你用延遲康 退康幾乎不要配 我覺得你不要配好了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退康出的 我覺得你不要配退康 你配延遲康就好了 你配延遲康幾乎 比較不會被他的延遲2NK打到 因為他延遲嘛 然後2NK又6伏 所以你退康比較容易被打到 你不要退康就好了 打他不要配退康 真的真的不要配 好 大概這樣啦 看你有沒有想不想問的 目前來說 我想一下 他一殺生龍結束之後 是可以壓的嗎 不能 他一殺生龍結束之後 66-3 他只能用站中腳壓 所以他如果一殺生龍打到你 你可以仔細看有沒有66 他有66的話 你就是 觸點他 他如果沒66的話 你就延遲動 是說原地起-3嗎 還是後期 原地起 原地起他66 他-3 他要66 他要66 不然他 所以我就仔細看好就好了 仔細看他 對 你可以原地起 因為他不能66嘛 他原地起要壓你 只能用站中腳壓你 他只能用站中腳 你如果速點的話 站中腳會吸吸 所以你不能第一時間動 你要第一時間動 就是看他有沒有66 所以你 所以你一延伸能後 你 全部都原起好了 我覺得全部都原起效益比較好 因為他66就-3 就會被你逮到 所以你全部都原起會比較好 對 還有嗎 呃 目前 大概就這樣子 那如果有問題 我再更新就好了 OKOK 好OK 這幫助很大 好OKOK 好好掰掰 謝謝掰掰 OK 好 不錯 交完了呢 OK OK